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阳光大道》 我们这个 Podcast 是在美洲时间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环节 分别是健康生活、社会透视和空中花园 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健康生活环节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有关于旅游 有什么注意 刚才我们讲到既然我们选择了要去旅行 又选择了你去哪里 去坐什么机 接着我觉得那个保险 旅游保险很重要 非常之重要 我希望Peter 讲一下他今次去Puru 那个Big Experience 你跟他分享一下Peter 好的,7月的时候我就走到秘魯玩 同时就参加我妹子的儿子的婚礼 因为他娶了一个秘魯的女孩 我们之前就去Marchi Pichu玩玩 玩完之后就回到大城市Lima 去到Lima之后就开始肚疼了 那天星期四肚疼到 我不行不行 打电话给一个姐夫的医生 他说不行了,你去医院 去了医院 坐在那儿坐了一排 就原来发现盲腸炎 那我们就立刻打电话给我们的保险 打给MX 我们的American Express 问他 喂,我们有没有旅行益 什么都没有 连我的医院保险都没有益 那没办法 自己出钱 不可以飞回来的 那这些东西 所以又开了刀 在医院住了一晚 那就上帝了祝福 没什么事 回来OK 不过呢,如果我买了旅行益 我就省了很多钱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有很多听众 或者很多人都是忽略了 尤其是以为你在做工 你以为你的僱主 会保你的现疏 其实是不保的 是保你在美国的现疏 你目的地 当地做工的保险 但是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 是不保的 以前人家说 医院保险现在都不保了 可能因为COVID的时间 现在不保了 所以当时我以为 我看了我记得是有保的 这次他怎么去帮你找个人 帮你帮你带回来美国 他就帮你那些东西 不过你的医院费 他就不保了 以前就保够5万元 现在一毛钱都不保 幸好备老的医院费 比美国来的便宜了很多 拿了850 没有850 2至20%付款 不是很多 都是一村的了 一村的了 不过好过没有 好过好处 如果在美国那样病 就不行了 所以你很幸运 Peter 其实真的 我以前有时候去旅行 东南亚 我都不知道 原来我以为 我有做工 有保险不包的 出外国 好处没有事发生 如果有事发生 是很昂贵的 到今次 一定一定要买这个保险 保险是两种的 一种你就可以买一年的 一次的旅行保险 一种你就可以买一次的旅行保险 如果你是多不多 如果你说 我今年12个月 会去玩三四次的 那你就打算 买一年的旅行保险 好处于买一次的保险 是啊 我都听过 那个费用相差是多少呢 Peter 好像一年都是一千多元 是 那你一次 我听过一次好像都要 差不多五百元左右 是啊 那你每个月每个月 比比比比比 那你一年一千多元 那你就抵了 是啊 我去年去澳洲 就是因为COVID 很害怕 那时候还没抹 我就去去买 那都很贵的 我和我先生一齐 两个都差不多五百元 因为怕去到澳洲那么远 如果真的有COVID 那时候有什么事 你入院啊 还是怎样啊 或者有意外 都要这么多钱 但是好像Peter 才说 如果你打算你去多次旅行 当然你买一年的费用 是比你买一次的 是啊 另外有个问题 那个你说 譬如说 买一年 譬如一千多元 其实有没有说 你如果真的要用到的时候 它最多保到你多少钱 是不是有这一个 有maximum 我有maximum 我有maximum maximum 10万元 那是不是如果你要多些補充 是否可以多些钱 可以多些钱 多些钱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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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分的 都要看一下 都要看一下 你是 这个保险是一个个人 比如你家里有家庭成员 三位 那是不是一个套 还是一个个人 一个个人 一个个人 每个人 有欧洲 那你就确定买了 是啊 很多地方都不包的 是啊 OK 所以呢 要注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过往 before Covid 的时候 其实很多硬术人都包的 I guess 现在因为 because Covid 用得太多 现在很执着 好像硬术卡都包的 那时候 现在都不包 对不对 是啊 OK 好了 时间今天又差不多够了 我们下一次再说 OK 拜拜 来到社会透视的时间 我是Cizzo 今天是十月第二个星期一 美国就是Columbus Day 十个联邦假日 可能最少人放假就是这个 在加拿大 今天就是感恩节 前两三次节目都说到 中秋节 其实是一个秋收的节日 在秋收或者之后感恩 庆祝也是北半球农业社会 都有的节日 但是叫感恩 就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 加拿大和美国的感恩节 一样 最多的日子都是不固定的 有时会由总统、总督、州长、省长 宣布是哪一日 总之后来加拿大就习惯了十月 美国就习惯了十一月 加拿大的感恩节 原本不是每年都有的 有大件事感恩 政府才会宣布 直至1879年 成为每年都有全国一起庆祝的家日 原本用多数在十一月 但过了第一次大战之后 感恩节和十一月十一日 那个停战纪念日 一起庆祝 到了1931年 又再分开 通常这个感恩节 就落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一直到1957年 才终于立法固定了加拿大的感恩节 当时美国的Columbus Day 还是十月十二日 未必是星期一 加拿大感恩节传统食品 都是火鸡、南瓜、青瓜 因为这些食品 在美国未独立之前 已经是北美英国殖民地 抽收感恩节的传统食品 而加拿大 是有很多英国人 因为要效忠英国 不肯独立 便离开了美国投奔加拿大 感恩节这些火鸡、南瓜 便是他们带入加拿大的 美国这边 其实哥伦布日的历史 都是很短的 最初也不是假日 哥伦布代表西班牙去发现美洲 就是1492年10月12日 所以很多欧美国家 都在某种程度 纪念这一日 特别是中南美洲之中 很多西班牙语的国家 便会纪念欧美文化的接触 有些就叫做Dia de la Raza 即是英文day of the race 纪念一个新的民族 美洲的西班牙语社会的纪念 甚至是反向输出回到西班牙 但美国纪念哥伦布的活动 其实是由意大利移民带起的 意大利其实是1861年才统一 美国的意大利移民 八成其实是来自西西里的 而哥伦布来自热南 其实真的到1860年代 大家才成为同胞 总之美国的意大利裔的人 第一次庆祝自己heritage 1866年12月12日 1892年 庆祝哥伦布登陆400周年 才有其他美国人 将这一天变成一个爱国的日子 来庆祝 1934年才变成联邦假日 然后到了1971年 有几个联邦假日 便被人搬到星期一 美国的Columbus Day 才跟加拿大感恩节 碰到永远同一天 但哥伦布的事迹 当然有不同的解读 拉丁美洲也有人将这一日 改其他名 例如园居民日 文化接触日 西班牙文化日等等 不过大家都要记得 今天不要去银行 不要去信商收信 下集我们曾分享到 保罗与一班学者和哲士 去了阿略巴古 這裏是全雅典一個最神聖的場所 保羅提醒他們這樣說 這些神像是沒有生命的 而且是受人力的支配的 而上帝卻有創造的大能 以合祂掌管萬有的美意 而是真實的存在的 這些話使眾人都很出神的驚異 使徒以誠懇而易切的口才說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保障缺少什麼 自己賭張生命氣息萬物刺及萬人 使徒的意思說 朱清既然不夠上帝居住 何況人手所造的殿呢? 是的 在那個講究階級制度的時代裏 人權經常都不得到認可 保羅當時竟然提出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偉大的真理 宣稱上帝從一本做出萬族 住在地上 在上帝的眼看來 人人都一輪是平等的 各人都當尊重這位的造物主為至上的上帝 隨後保羅又說明了上帝恩典和慈悲的旨意 是儀何那樣? 好像一條金線一樣? 膠織在他對待人類的一切作為裏面 上帝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們尋求上帝 或者可以轉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都是不遠的 保羅這個時刻就指著他周圍一班高貴的人 並借用了他們自己私人的話語來講明 無窮中的上帝乃是父親 而他們乃是上帝的兒女 保羅繼續說 我們的生活、動作都是在乎於上帝 就如你們這些作師的有人會說 我們亦是祂所生的 我們既是上帝所生的 就不要以上帝的神聖用我們的手、用我們的藝術、 用我們的心思和雕刻的金、銀、石來代替 世人愚昧無知的時候 上帝並不監察 但如今就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在基督降臨以前的黑暗時期中 神聖的統治者並不介教義教徒拜柳像的罪 然而現在祂已藉著祂的兒子 將真理的綱賜給人 所以祂指望人人 這不僅是那些貧窮卑微的人 連那些驕傲的哲學家和地上的君王 都要悔改以至得救 同時保羅一提到從死裡復活的話 就有人機潮祂 又有人說 我們還要聽你說這個嗎? 使徒在這個義邦的學術中心 雅典城的工作就這樣結束了 因為雅典人堅決不肯放棄拜偶像的習慣 而轉來了真宗教的亮光 是的當一個民族 完全滿足於本身的成就的時候 很不容易會期待 他們會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雅典人雖然以學術和文化為自豪 但他們的生活 他們不斷地日趋腐敗 並滿足於拜偶像 這些故隆懸虛的傲備 在那些聽了保羅講到的人當中 有些因爲所傳的真理而生出這個感悟 不過很可惜的是 他們不肯自卑承認上帝 亦不肯接受救恩的計劃 雄辯的辭令 或者有力的論據 都不足以使得一個罪人悔改 唯有上帝的能力 才能令真理深入人心 但那些堅決轉來這個能力的人 卻是無法達到的 楊光大道的Podcast 是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的基督福林安息日會 羅省粵語教會製作 可以分別於AWR 的各個管道 收聽和Subscribe 訂閱 包括蘋果機的Podcast App iTunes 還有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 而多年以來的所有節目 還可以在linguospiritor.net 的網站重溫 我們還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lvd 陽光大道粵語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 訂閱 我們還設有Facebook專頁 你按了Like 即是讚 就可以每個星期看到 我們最新一集節目的消息 這個專頁的網址是facebook.com 一斜 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們下次再見 你在一起 打開拍攝 感谢观看